接盘起讲解是2024江南碑 这是刘京对战国中级之战 开局是视角炮 对中炮局 对方快速出紫 黑方也是牵制他 接下来走巡河区 不试相 进足腰队 换掉之后主动弃子 这边是接受 拉一浆 分边 到这儿呢要拆炮 为什么要拆炮呢 因为穿江以后呀 它有一个打死局的气 它的局可以藏起来 拆炮就可以补相 现在就是一个换局起 红方这时候字不够用 冲冰上马 为以后做准备 接下来黑方走的是退局回来 准备呢把炮赶走 红方则是进炮 它不让 这里黑方是进七组 它没有挺编组的原因就在于 将来对方有一个鞠 底线一将藏进来 你一飞向它有一个炮四瓶漆 你要上马的话 它对完鞠底线冲炮一将 把鞠丑了 所以到这儿的话还是有隐患 直接就进七组吧 对方冲的话就打 拼过来的话就对 这个七最后结果就是把炮再给它赶走 然后有一个逼对的七 结果就是黑方会多一个子 但是红方这个七可能要控制局势 所以这些差不多 红方可能担心勺子之后难以控制 所以他就没这么走 炮四平五 这招棋有点急躁 他主要想骗对方 比方说他过一个组 距离一将 电鞠呢把鞠藏过来 飞向的话打下一将把鞠丑 这个其实结果呀 黑方完全可以以多气少 哪怕把这个局换掉啊 这个结果就是四打二 跟实战差不多啊 所以刹断招法 实战的话 黑方没有这么去走 他是想把炮赶走啊 再去过这个 那这样就给了黑方平炮的机会 冲啊 他就出局 这边要吃马 他直接弃子 准备拨杀 到这儿双方也没有退路 黑方冲 红方冲 这里的话将军就退局 然后呢 拼一步 就是下一步要拼局过来吃局了 黑方到这儿的话 其实飞向是一个选择 只不过呢 这个棋有一个手段 就是他可能会甩居 支持他的放中锯啊 棋比较复杂一点 他直接下底炮了 然后呢 过来 到这儿他抛一蓝 那么 红方啊 抛七瓶九 可战 抛七瓶六的话 这一脚踩就结束了 上马的话 因为你要抽马 要不炮吃 将来他多紫呀 而且一甩炮就变你完了 你要是不抽这个马的话 那将来简单啊 就把炮一换掉 没齐了 他这边马上就出齐了 所以受不了呀 经常的话 黑方一点着急 这儿的话 反而给了红方一个 妙手解位的机会 这里急于杀对方 现在人家反而是反杀 解杀还杀 所以他就先拼过来 最终把这个局给换掉了 黑方的攻势大减 到这儿的话 局面 红方呢 这个棋赶紧打掉 黑方趁机才会保留多次局面 然后这个棋 是黑方占优 这个局退到租金线 刚好踩一脚 按住之后啊 上了 平过来之后 他这儿设下了圈套 就是说你局现在不能直接过来 他可以跟你一下 因为踩着局 你顾不上打足 你只能打相 跟回来一打之后 你也会马不拒一封 形成四字围成 就危险了 所以的话 他选择 吃这个足 谋取实惠 黑方甩开 准备归边杀对方 直视 然后黑方也这个事啊 解除局务平三 局务平二 进一步 深根 驾冲炮一将 连起来 将军出 平局杀底势 他这儿也不要了 冲足准备绝杀对方 虹方先把底势杀掉 上去之后呢 这儿飞个巷 就是防着将来这个推炮 冲炮的可能性 而且这个老帅可以呢 上三楼 接下来啊 黑方是进边族 要上这个马 红方退回是不让 然后呢 这个其他底线穿江 上来之后再退一下 红方啊 上三楼 黑方平炮之后 为上马做准备 那红方拍了一将 黑方是进来了 红方落势 想退回把猪打死 这里黑方赶紧上马 眼看主要被消灭 这个马上去呢 支援 辞掉 上马 这里是挡住不给打马 还要推炮去将它 知识 先化解 这儿的话是连起来一将 那下不去就出 接下来这个气上马 准备呢 跳江对方 现在它中间一将 这招起有点着急 黑方就卫向 然后呢 它是进去想要杀向 对杀一下 然后呢 黑方是 八交马 报到任意固定了 到这儿就比较危险 杀一将过来 比较理想的招法是 巨五推三 回去防守 巨五推一的话 炮打底势 还捞月 这起来很经典呀 负有一个马推四 进来之后不怕推一杀招 那么它炮五推一 其实应该走炮五平四 因为它的目的是将来进老帅 那你炮五推一的话 你只是为了下老帅 但是进不来 结果呢 黑方马四进二 不让下 到这儿的话 关键它还附有一个重炮杀 红方以为落势 可以挡住不给炮过来 你要是跳马将 你炮吃掉 结果红方回马进墙 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 退居防守 导致了输起的原因了 现在你进不去 因为你刚才这个炮 五平四走的是炮五推一 所以没有解围啊 而现在你想下一下 不去 刚好这个事 又给炮充当了架子 所以最终啊 被绝杀了 这盘棋啊 过中低获胜